第161回 陸小鋒說要喝牛肉湯 牛肉妹說你這時還有心情喝牛肉湯 陸小鋒說 人生艱難為一死 做個飽鬼好過做餓鬼 何況牛肉妹問 何況甚麼 何況不喝一碗牛肉湯 哪有腳骨力和你們捉醫恩 牛肉妹視看了陸小鋒一陣 轉身走進去 翻出來的時候 手上真的捧著一碗熱辣辣的牛肉湯 陸小鋒不客氣了 激烈滑綠就喝光 舔舔嘴然後問 我有個問題 有甚麼問題 你不理會到哪裏身邊都帶著牛肉湯了嗎 這樣也未必 那為甚麼我每次見親你 一定有牛肉湯喝的呢 因為我專程為你準備的 你不是說做個飽鬼好做個餓鬼的嗎 是啊 所以我每次都為你準備好牛肉湯 這樣啊 那我真的要感激你 哦 那又不用感激 我望你做了飽鬼之後 以後就不要再來纏著我 哼 喏 牛肉湯我現在喝完了 兩位 我告退了 公狗就說 是 你隨時都可以走了 你一次 你讓我走多遠然後才追啊 走到 我認為快追不到的時候 你這麼有把炮 沒有把炮的事 我不做的 那好 我先走一步 再見 陸小鳳講完 施展輕功 走到飛這麼快啊 走走下 陸小鳳突然想起一個問題 喏 如果貓和老鼠比賽跑步 你說哪樣跑得快點啊 應該是貓跑得快點吧 不過老鼠可以捐洞啊 可以捐坑渠啊 貓就捐不到的 唉 那陸小鳳就不是老鼠 也都不想當自己是老鼠 雖然 公狗是這樣想 但是陸小鳳 絕對不是這樣想 陸小鳳很相信自己的輕功 就算不是天下第一 都絕對比公狗快 所以 他只是沿著大路走 走大路雖然 惹人注目點 不過好過這裏躲就那裏躲啊 那一直走到埃曼 去到一個小鎮 陸小鳳就耐力硬好 走足一日一夜 又沒有吃東西 又沒有飲水 鐵打都累了 陸小鳳就認為 他這麼拼命地走 莫說是公狗 就算是狼狗也追不到他 所以 他就放慢腳步 走進小鎮 打算找些東西吃 和找地方過夜 被人追 當然不會去那些大酒樓 那些顯眼的地方吃東西 所以他就選了一間好逗泥的麵店仔 還找了個角落頭才坐下 他想吃碗熱辣辣的麵 隨便找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養足精神 賣掉公狗的追蹤 早日和三十萬見面 那麵店的老闆呢 是個老伯來的 已經整頭白髮了 整面皺紋 不過招呼人客真是很熱情 他問陸小鳳說 客官呀 吃點什麼 陸小鳳坐下說 這樣吧 來一大碗牛肉湯麵呢 好啊好啊 好快就可以了 還用不需要老菜 腰壺酒呢 不用了 給我加兩個老蛋就行了 好好好 那麽好快脆 熱辣辣香噴噴的麵就補出來了 陸小鳳一聞到那股牛肉香味 啊 那肚子是吉利古魯馬那麽叫 三爬兩勃 哎 不知幾快他就吃光了 他捧高一碗 想喝完牛肉湯 誰不知就在這時候 有一架四匹馬拉的豪華大車 從鎮外駛進來 到麵店門口 馬虎在勒姜城 馬車就停下了 車裏便傳出一把女人聲 她說 哎呀 你為什麼喝人家煮的牛肉湯呢 哈 又是牛肉妹 牛肉妹在車裏 即是說公狗也都實在車上面 陸小鳳就馬上沒有心情喝湯了 話都沒有那麽快 但是牛肉妹就笑口淫淫地捧著一碗牛肉湯走進來 放在陸小鳳的面前 她說 什麼你不喜歡我煮的牛肉湯嗎 陸小鳳就沒有回答 拿起一碗牛肉湯照飲可也 公狗這時候已經下車了 坐在陸小鳳旁邊那張桌子 她對老闆說 溫一壺女兒紅來 那麽快 酒就拿出來了 公狗倒了兩杯 左手就拿起一杯遞給陸小鳳 她說 來 聖的 陸小鳳接過那杯酒 看著公狗 她說 為什麽要勝 貓抓到老鼠 當然是先玩一下 現在貓叫老鼠喝酒 老鼠 夠膽不聽嗎 陸小鳳撫笑一下 嗝聲就喝了 公狗就慢慢在品嘗 喝完 她說 嗯 好正啊 牛肉妹 加把好來說 嗯 夠不夠我的牛肉湯 正啊 嗯 沒得比 為什麽沒得比呢 貓和老鼠怎麼比呢 你是說 貓要喝靚酒 老鼠要喝湯 所以沒得比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呀 是呀 貓可以坐車 老鼠要走路 貓可以在車上睡覺 老鼠要打足精神來趕路 啊 哈 哈 哈 胡小鳳也拍著手掌 說 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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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你為什麼不去做一件事呢,什麼呀,上星呀,我實在很佩服你,為什麼呀,因為這種情形之下,還有心情講笑話的,好,好好,哈哈哈哈,你繼續走呀,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才走, 好,什麼問題呀,我很想知道,你怎麼會追到來這裡的,哈哈,好簡單,一個字,一個字,沒錯,一個字,什麼字呀,錢,錢,沒聽過呀,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是人,你買通人來跟蹤我了, 不是呀,連我都追不到你,世上有誰追得到你呀,就算有呀,這種人用錢都買不到呀, 哼,所以我才不明白,你就算花錢去買人呀,他都未必知道我去了哪裡呀, 哼,我花錢買的就不是一個人,哼,是很多個, 很多,有多少呀,有多少呀,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呀,哼,你明白沒有呀,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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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狗就站起來,走到那個麵店招牌前面一指, 陸小鳳就發現招牌上面有個三角形的記號,陸小鳳就問,這個是什麼記號來呀? 哼,這個記號就表示,陸小鳳在此? 什麼話? 哼,你知不知道我喝這壺酒要花多少錢呀? 哼,公狗一邊說,一邊就掩出一定金,交給那個麵店的老闆, 那個老闆,哇,馬上笑到見牙就不見眼, 公狗就對著陸小鳳說,哼,這壺你明白了? 我只是明白了一半,我再跟你說,我已經放了聲氣出去, 只要見到一個有四條眉毛的人走過,就畫個箭頭指示的方向, 見到四條眉毛的人住宿或者吃飯,就畫個三角形的記號, 我見到這些記號,就有重相了,你想想,你怎麼走得掉? 嚥,嚥。 陸小鳳這迴уж,真的是沒有乎,右手摸一摸嘴上面的兩部分鬍子, 想起老實和尚說過的話,那最好就剃了兩條眉毛,這樣就沒人承認你了。 不过他想想 看着自己的眼眉 那不就很笨 陆小捧想一想 又笑一笑 公狗觉得很奇怪就问话 你笑什么呀 陆小捧就说 没有笑我自己 笑我自己太傻 为什么呀 既然走不掉了 我还走来做什么呢 你不走了吗 我不走了 其实你不走我也不反对 不过 不过什么 公狗一抱 抱着牛肉妹她说 你不走 我不紧的 我又没人又又没走 你呢 你又三十万呢 哈哈哈哈 陆小捧挖了他们一眼 另转身就走了 公狗说 哎 你去哪啊 我去睡觉 陆小捧走了几步 突然之间就另转身 走到公狗面前 摊大手板 公狗又不明白他做什么 就问话 哎呀 你伸的手要拿什么呀 我拿黄金 哎呀 我因什么事要付黄金 给你啊 因为等会我就会在我投缩那间旅馆那块牌那里画过三角形的记号 你说过的嘛 无论哪个画都有重赏的嘛 拿来啊 哎呀 你 你是不是这么没信用呀 公狗没收 唯有拿出一定黄金就交给陆小捧 陆小捧就得意咯 又闻又碎那块黄金 还抛高来又折翻黑拿来玩 今天走得几步 突然之间又转转头对公狗他说 那 明早一早 我就会在我吃早餐的酒楼那里再画个三角记号的了 到时 我再问你拿个笔数啊 哈哈哈哈 陆小捧的哈哈大笑 不理公狗他们有没有反应了 照酒可也 那陆小捧入住了一间高级的客棧 他是最喜欢喝酒的 尤其是喜欢躲在床那里喝 他躲在床那里喝酒的时候 通常是最喜欢放一大杯酒在他胸口那里 然后就好像死人那样 如果都不动了 想喝酒呢 就心吸一口气 那那杯酒啊 就会被他吸过去 酒杯里面那些酒就会被他吸入口 现在 他就是这样睡在床上 心口就摆入一杯满满的酒 不过他很久都没有去吸入口 因为他第一次这样喝酒的时候 老板娘就坐在他身边 那些酒喝完之后呢 老板娘就会跟他添的了 但是现在 老板娘就不在身边 他很珍惜这杯酒 因为喝完之后就没人跟他针的了 那些酒就倒到全身都是他出来敲了自己的头壳 他骂自己的蠢 既然自己很想跟三万一起死 那还怕什么公狗追 不如索性直接回去见三万 还好 说不如跟三万的联手 还可以打败公狗 于是 鹿小鹏就冲到门口 打开门之后 他发现有一对本来看着他门口的眼 这阵时 就令到他其他地方到处头恶恶 这个人 穿着官差的服装 官差又不止一个 有个瀑布在那里睡觉 看来他们是轮班的 轮班来监视鹿小鹏的行动 这些官差 是为了斗公狗的掌赏 以为奉了太平王子的命令来捉拿鹿小鹏的 鹿小鹏又是转身走到窗口 打开窗门 见到窗门下面 哎呀 又是有两个官兵 一个是站着 一个是睡觉 鹿小鹏笑一笑 哎呀 一只猫都已经令到他不知道怎么对付好 现在还成大斗猫 鹿小鹏这只老鼠 哎呀 真是头痛 那所以他就唯有睡上床 慢慢在那里想着 那就差不多天亮的时候 手在窗口的官差伸了个懒腰 心想哎呀天亮了 这些人可以休息一下 谁不知 谁不知 身懒腰那两只手帝高了之后 就放不下来 因为鹿小鹏已经点着他几次月道 连那个睡着觉 教他一起戳进入房间 跟着就换了个官差的服装 穿好之后 鹿小鹏摸摸摸配刀 自己都觉得好笑 他是第一次扮官兵 他不得不佩服公狗 唯有是公狗才可以令他扮成第二个人 公狗望望床上面那个真的官差 另转身想去开门 怎知 他还未曾伸手 洞门自动开了 是外面有人走进来 推门进来的 是牛肉妹 牛肉妹捧着托盘 托盘上面有一碗热辣的牛肉汤 和四个雪白的饭头 他摆下之后 向鹿小鹏行了个礼 他说 嗯 衙门的鹿爷 请用早餐 鹿小鹏 真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 马上除了那套官差的服装 他说 我不是衙门的鹿爷 哦 那你又为什么穿着官差衣呢 哦 对了对了对了 除了就更帅 呃 请鹿小鹏鹿爷用早餐啦 我不吃啊 哎呀 你还是吃点好 我为什么要吃啊 因为狗少爷说 免得你去找一间贵价的酒楼 他不给钱的了哦 他偷了那么多钱 留回来做什么呀 哎呀 那你就不知道了 所谓 越有钱就越沽寒了嘛 那 那他花那么多钱来追踪我 哦 那又不是呀 该洗的 还是要洗的 鹿小鹏想一想 哎 免得咬了 那快吃了早餐 吃完之后 他对牛肉妹说 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 一碗牛肉汤还没够猴咩 不是 那你叫我做什么呀 带我去见公狗 哼 有东西 你可以跟我说就行了 我是要当面对公狗说 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我才有些人生乐趣 牛肉妹也没收 牛肉妹也没收 带着他就走了 那原来呀 公狗就不住旅馆的 他只是住在自己的车里 因为他的马车的设备 已经很豪华 什么都有了 还需要住旅馆呢 那陆小锋去到的时候 公狗就坐在车夫的位置那里想着 见到陆小锋来 公狗就没站起来 亦都没有表示欢迎 只是冷冰冰地看着陆小锋 陆小锋亦都側側头地看着他 两个人就好像用眼神来比武那样 好了各位 究竟陆小锋呀 又是想搞些什么东东呢 我就明天再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